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线任务 都要先去京城 你们回去收拾一下 明天一早就出发 去京城啊 太好了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 京城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 带我去吧 你不能去 为什么 你平时不学武术 吊儿郎当的 武功暗器 奇门八卦 十八般武艺 样样稀松 所以你继续留下来 跟你的师弟师妹们 继续学习练功 这不公平 爹 你就让我去吧 我这谷底门都快要烦死了 我跟朱哥哥 学姐姐 一起完成任务 行不行啊 是啊 大师傅 您就让义欢跟我们一起去吧 是啊 让义欢一起去吧 大师傅 就让小师妹跟我一起走吧 爹 太子 你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 那么义欢是留在谷中 还是跟你们出去一同执行任务 都由你来决定 朱哥哥 从小到大你最疼我是不是 你肯定会同意我去的是不是 还妹 此番我们出谷要执行的两项任务 都事关重大 我要对全局负责 更要对你的安危负责 所以啊 你就乖乖留在谷中 继续游山玩水 逍遥快活吧 等我回来 给你带好吃的 爹急诸位师父在上 义欢历来匈无大志 惟愿吃遍天下美食 穿遍天下美衣 还有找其珍贵药材 配诸兵器雪敷衍流膏 治好倩盈姐姐的礼 还望诸位师长 原谅义欢为尽出 待实现三大愿望之后 义欢再回谷 赴京请进 满轢 店死 茲 急 纽细 师父们常常夸耀这个机关有多难多难 还不是被我两三下就搞定了 李一卦你真是个天才 范先生 你立刻飞鸽传书给太子他们 告诉他们 一华已经出谷 让他们务必保护好一华 既然晋王担心公主的安全 为何还要故意简化机关 放她出谷呢 晋王 七年前 当时我逼不得已就自所主张 就把公主跟你儿子给调包了 七年前 我亲手射杀的女儿竟然是我 是我大明朝最后一个公主 我李廷宗公 罪孽深重了 不 公主尚在人间 当年你那一剑刚好射中皇后送给公主的玉佩上 所以公主毫发无伤 这些年 这些年我一直带着她隐居在明珠库 现在远在台湾的太子对我们大明的智师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如果让她们知道大明皇室只剩下一个公主 恐怕她们就没有富国的斗志了 如今世上知道太子是你亲生儿子 一婚才是大明最后一个公主的人 就只有你我二人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传信给颜平王 让他把太子送回来 就说先帝留下遗诏 让太子跟我女儿一婚定金 这样他们所生的子女也算是大明皇室血脉 我们也算对得起先帝了 好 这安排甚好 一婚是先帝留下的唯一血脉 只可惜她生性懒惰 有贪图享乐 若一味保护不让她历练 先帝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 秦王真是用心良苦 但愿她此次京城之行 能有所长进